可是我現在吃不了飯 太熱了 太熱了 我現在只能喝奶茶 我手上都是奶茶 超多杯的 好喝喔 你現在會坐在這邊喝茶 你會坐在這邊喝茶 如果坐捷運坐到鹽城破綻 就可以來喝奶茶一條街 沒錯 哈囉大家好 我是Mandy 我是Kairi 我們今天要來做高雄的紅茶牛奶品品 今天我們要來品品很多間 大概四間吧 那我們第一站先來到老江紅茶牛奶 聽說在地人很多人都會喝 那我們就來喝看看老江紅茶牛奶怎麼樣吧 老江紅茶牛奶 它有賣很多 它有蛋餅 吐司 飲料 然後還有這些 這些都很好吃耶 可是我們要留肚子吃別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喝紅茶牛奶 有這些 我們要點紅茶牛奶 好 那就是中杯就好了 請問它甜度是固定的嗎 有半糖跟全體 那我們喝半糖 那冰呢 我們都沒有加冰塊 那點一杯紅茶牛奶是半糖 它都沒有加冰塊 它這中杯是49元 現在只是那個500cc 我是準備一個 那個紅茶牛奶 這是這裡面的一個 一個一個的那個 對 在這裡面 在那裡面 另外是高木牛奶 老江是用高木牛奶 另外加進去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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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要立刻喝嗎 先給你們看它的杯子 滿綠色的 很可愛 這個是老江紅茶的蛋餅 好 你先喝 滿滿紅茶的 紅茶的 茶味比較重的 貓布我記得是那種小龍仙 它喝起來也是滿順口的 它的茶味是我喜歡的 好 記起來這個味道 我們等一下來評分喔 最後再評分喔 好 我們去第二間 GO 這個 醬 很可愛的LOGO 傳統古早味 阿哥的味道 對對對那種 就是以前在早餐 阿哥的味道 早餐店或是那種 以前專門賣紅茶店的那種 紅茶餅的那種 紅茶餅的那種味道 現在來到奶茶一條街 剛剛很好吃 現在泡一間新的 不二人車 鹽城奶茶街 有嗎 我們後來點了不二茶 知道什麼紅茶拿鐵 它說它是用義美鮮奶 它的風格就是黑白的 對 它整個是黑白的風格 然後它這裡有寫說 本店使用台灣原生茶葉 等一下喝看看 剛剛經過的時候 有一些人在這邊拍的 剛剛拿到飲料了 不二茶 粉衣茶製造所的紅茶牛奶 也是奶茶一條街裡的 對 來喝看看喔 奶味比較重一點 淡淡的西郎 西郎 它這可以調甜度 也可以做到五湯 我們是點三分 三分湯 對 如果我們點五湯 會跟另外一間的落差太大的感覺 就分不出來 還有三間齁 這間有LOGO嗎 這間有啊 就是不二 好 下三間 OK 先去華達 好 我們先去華達 華達是我比較常喝的 其他間我沒有喝過耶 老漿也是第一次喝 超大的杯子好可愛 華達來到華達的紅塵的總店 那我們今天喝一瘦 有加普爾的 主要加珍珠嗎 珍珠不用 好 看看總店的喝起來是什麼感覺 謝謝你 謝謝 我們現在要喝華達囉 一瘦是紅茶加普爾 普爾 然後加牛奶 牛奶是光泉牛奶 怎麼樣 普爾味 普爾味齁 因為我喜歡普爾味 普爾單獨喝會有多的味道 但是它加牛奶就是變得異常好喝耶 我第一次喝總店 我覺得總店真的要喝 而且裡面店員是一個阿姨 感覺那個配方很熟 超快的 我們從點餐到拿不到30秒 我憑感覺那種啦都很厲害這樣 對啊 華達就是可以一直喝下去 然後這三分糖 我覺得它有比剛剛那間博爾的微糖又加不便 OK 好 下一間 我們剛剛看還有哪幾間 然後這還有街超長的 鄉民跟雙菲在附近另外一頭 對 另外一頭的地方 華達跟鄉民是不是 一個是頭 一個是肉 對 雙菲奶茶到哪 裝潢跟風格跟華達也很像 它是用味泉呈現的 我們一樣點三分好不好 好啊 也是一樣都分好的 七分五分三分 長春奶茶一樣是紅茶不容易吃 然後它就是不加多飯 35塊 CP值很高 它已經做完了 雙菲 傳統的那種風格的包裝 又有點中心 很滿耶 大家喝囉 我覺得它普洱味比較重 它是不是用不同普洱 比較重的普洱味的那種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鮮奶 這個奶味沒那麼重 對 我覺得鮮奶差蠻多 嗯 然後湯菲上面有寫說 國洱七分紅茶三分 然後其他就是鮮奶 所以我覺得它普洱味比較重 因為它普洱味比較重 因為它普洱味比較多 真的嗎 剛才那間多嗎 他沒有說 是嗎 對 他沒有說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間叫做 喔 香米 香米 好 下一間囉 很好 欸 很多人欸 我覺得每一間生意都蠻好的 對啊 就是每一間生意都蠻好的 大家都很懂喝 Go Go 好 香米茶行 我們剛剛從雙杯走過來差不多走 五分鐘吧 香米鮮奶茶 1946香米茶行 好可愛的店喔 它是那種很傳統祝福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原本是賣茶味的 有現沖熱茶 我們現在當然是要喝冰的啦 它也是用高大木炒的鮮奶 它有日文喔 懂得日本人都會來喝對不對 這賣起來很厲害欸 香米茶風味松淇淋 它這還有可以告訴你幾大卡 200大卡 對 想要控制這兩個人很適合的一間 我們覺得要點這個香米招牌鮮奶茶 十里蘭卡紅茶 對 它是做好直接拿出來的 謝謝 喔 它是透明的 可以吃 我們這是冷藏的不加冰塊的 喔 冷藏的不加冰塊 又不加冰塊 這是老闆嗎 它老闆對阿 老闆本人在這 我們就用高炸牛奶的 用高炸牛奶的 你先喝一口 對 就是我印象中的 就是你印象中的味道嗎 欸這 這很好喝欸 老闆收白茶 欸這很好喝欸 鮮奶跟茶完美融合的一個狀態 它完美融合 它就是甜度調好的 然後變起來 它甜度調好的 對固定甜度 我覺得這是比很多飲料可以好好喝 當然阿 老闆是做茶葉的 然後還有收藏很多的茶具阿什麼的 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店 它有得過很多獎重欸 那一張是我兒子喔 欸欸 這是老闆的兒子 桃園林口也有欸 沒有辦法到南部喝 可以去林口那邊喝欸 三井好累 那很近喔 你們可以坐捷運聚合 那還有因為蛋糕 還有蛋糕 還有蛋糕 就可以內用的那種 對 這是在高雄嗎 對阿 高興興區 有這個日本的店主麵 也可以吃得到喝得到欸 對阿 就是很重新的那種感覺 有很多信用的報告 對阿 其實我們不想出名 老闆不想出名 那老闆不得不出名 你怎麼好喝 欸 十幾年前有時候 包張阿 電視台阿 都有打給我個人故事 實在做就好了 老闆說就是要靠 靠實力取勝 對不對 因為 這一杯裡面的紅茶 就會有六級 因為紅茶它品種很多阿 對阿 有的會帶色 有的會香 有的是有微甘 有的是有微甘 有的 不一樣的 比較只要茶葉 才會出適合加牛奶的這個比例 不跟別人 不跟別人 好老闆說不會跟別人 不跟別人 不跟別人 沒關係我們喝就好了 其實我們一定要用心做這個而已 讚阿 今天其實是一集 老闆的傳統 很好喝 很好喝 味道就是 最完美的 我老公最喜歡喝的 對阿 我們現在已經喝到 一二三四五間 老薑 老薑 古早味 對古早味跟奶味都比較重 第二間是不二 是比較 比較淡一點 有一種外骨感 三二是滑達 中背二 滑達其實很像 對 因為它都有加不二 兩間都推不一樣 是在它的酒奶用的不一樣 我們最喜歡的 六種茶葉去調成紅茶 紅茶 再加高大牧場 牧場 好 然後我們這幾間間 我們最喜歡的 以及我們的口味 最喜歡的是 香檸茶 香檸招牌 鮮奶茶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評比 這一集就到這裡囉 謝謝你們的收看 謝謝囉 謝謝囉 掰掰 掰掰 哇高雄好熱喔 第一次拍到 相機過熱欸 好冷喔 相機過熱我們現在是蹲著 掰掰 很像在被按摩 很像在被按摩很舒服 你覺得呢 張曉明的意思 他已經在這邊十年了欸 我一開始的問題就是會不會痛 哈哈哈哈 怎樣先去 對 要先做技術前的問題 才不會不會痛 要帶他去各種保衛